我的雞皮是由腳板底起到上頭頂 到底我們能不能進場的 好像發了一場 YOU LOBUN 我們到首爾目的地是首爾 是命運的安排 今次我們去首爾的最大目的目的 也是在10天前才買這張機票的原因就是 早晨 今天是9月16日 是我們來了韓國的第二天 但因為這次來韓國我們是有去東大門入貨的 所以這次我們是住在東大門 還有沒有拍入貨的片段給大家看 因為主要是想跟大家繼續看 這次我們看 這次這張票其實是在8月28日的時候 官方的會員可以率先買 因為我們這次真的很想看到 所以我們一組兩個人都加入了會員 就是在28日那天有搶到票 結果真的被我們搶到 那天我也有拍下了一些片段 帶大家回去看看 那天究竟買完之後 我們第一下的心情是怎樣 飛紅啊 超紅卡 不合得嗎 穿不穿 不穿不穿 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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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了 買了 真心嗎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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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可以了嗎 是嗎 是不是很肯定 Thank you 是嗎 其實剛剛完全不知道按了什麼 真的嗎 真的買了什麼 同意觀眾 我們收到那個 淘汰Rachel 就是這樣了 其實買票那天是他買16號 我買17號 聽了朋友的意見 我們特地找了一個網上的鐘在報數 還要是韓國網站來的 去到59秒那一刻我就按鍵了 我打算我都OK快了 誰知道就是那一刻 其實已經在等37,000多人 我只是遲了他半秒進去網站 我覺得那張賊是4萬多人 差一點已經差很遠了 我看到59秒就按了 按那一刻已經出了37,000多人 我已經呆了 我心裡想 沒有了沒有了沒有了 應該沒有了吧 如果有買開韓場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是會逐個逐個Session有位 讓你自己瘋狂地找位 我們的朋友一早就跟我們說了 其實沒有可能買到兩張連位 因為在這麼大的座位表 你看到一個座位其實已經很難得了 結果我們按到進去 當然就是百分之一片 就是所有位都已經被人選了 然後就完全是心無雜念 在逐個Session在按按按按按按 結果 只要你沒什麼希望的情況去按 按的話 真的看到有兩個藍色 馬上就按了兩個位 預先也是把我準備好的資料 立即copy and paste 就paste了下去 我是完全不敢說話那一刻 就是它旁邊按 平時我可能都會說 這個對你 然後我是一顆聲音都沒有出過 那就太好了 我們已經轉折 終於來了議會場地的外面了 但我想說剛剛一落車 因為我們是在場館的正門 我的雞皮是由腳底起到上頭頂 它可以做正 我剛剛也是很興奮的 然後我就說想在這裏拍照 那裏去排隊那裏看看 但是我旁邊的人已經很心急 說我們快點去洛霉 我們不知道其實是否真的可以看 對 因為我昨晚緊張到睡不著 首先我真的睡不著 它很早就已經在我旁邊打鼻航 然後我的腦袋在想 今天來到有什麼要做呢 而且我到這一刻 我都還沒相信我們真的會看到 因為甚至來到韓國 昨晚我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看到 所以我剛剛一來到 他又在說這裏拍照 那裏拿紀念品 然後我說不要了 我們先拿票 你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到 等你真的拿你的護照 成功拿到那張票 因為我們看過 之前其他人來韓國首爾站 看演唱會 其實他們都很早來到 終於來到 本來我是打算12點來到的 但不知為何最後 好像只有2點才來到 我們就來了旁邊這個位排 紀念品 龍美那個位 他就已經會給我們這一張單張 我們就可以一早看自己想要什麼 現場這個位置已經在打一個超級大的射餅 BIG BANG的演唱會 我會在香港看過最後一次 BIG BANG的演唱會會不會是最後一次 我不希望這個是最後一次 但如果起碼我看到的話 我都無憾 因為小夜時代和BIG BANG 最後一次的演唱會我都看不到 想哭 對 我看到你眼睛熟 是不是真的買到呢 還在想著 我們這條片 一會兒大家就會知道 道德我們是不是真的會拿到演唱會票 還有是第一次外國看演唱會 又覺得有興奮 但有很多地方都不知道 其實是怎樣處理 那個流程是怎樣 真是很不知 我現在的狀態是處於 我有出汗 但我又在起雞皮 我又不知道穿到衣服 所以現在 這個Stick一定要買兩支 其實我是有打算買一件衛衣的 我覺得T-Shirt其實OK的 我覺得不可以看看模型 因為昨天我跟朋友說 我要早一點來買Sauvinia 然後他說 我又買一些不耐用的東西回去 我就說 我問不信你來看行場 你沒有買過Sauvinia 他說 有啊 全部都放在床下 然後我說 所以我這次打算買一些實用的東西回去 但我還沒想到那東西是什麼 前面這個位置 他說有一些即日的票去排 但也不知道其實是不是真的有 但偶爾也有一個很長的人龍 一直在排 如果真的買不到票 也想搏一搏 也有機會可以來這裡 很快 現在差不多來到入場的時間了 因為剛剛很吵架 又下雨 所以中間就沒有拍到 我們的紀念品 其實是買到差不多 已經看到有很多東西在這裡 所以最後我連件衛衣都買不到 但我們也買了兩支Bum Bum Stick 還有T-Shirt 以後我就有五個女人和我一起睡覺 因為我們的朋友叫我幫他買 然後我說 你一真的會穿嗎 然後我們的朋友說 就算來不到看演唱會 也可以在睡覺的時候 玩想一下和Rapping一起睡 然後他就說他也要買了 我說我什麼都買不到 所以我就買了這頂帽子 所以我們得到了 Lisa Jenny 有很多不同的卡 對 但重點是教訓我們 其實是需要早一點 兩點來到 然後已經很多東西都買完了 然後因為我們是 他們官方Reverse的Fan Club的會員 其實有一個是屬於Reverse的Boof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嘩 天突然暗了很多 快點說完 如果你是會員的話 是可以排隊在那個Boof那裡 再抽一些Black Pink的即影即有 為什麼我們買到這個票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加入了那個會員 所以我們也打算 當然是要領好一點 誰知道其實我排隊是 他硬折籠 而且他是今天的票 可以拿今天的禮物 你明天來 那張票是昨天的 你就不能拿 所以他是要即日的 所以我們就錯過了 他們的即興即有 拿不到啊 但是不要緊 至少我們真的有張票 本來我們打算要來這裡 拿十文票 但是原來這張票 是在電話裡面的 是e-ticket 是的 他是登入過網站 在自己的帳戶裡就有 但是我們之前一直都在想 如果可以拿實體票 就開心一點 Anyway 最終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現在 入場了 原來我們真的買到票 最後我們好像排了三個字 到現在這一刻 七點鐘才可以入場 都入場 我們現在停了在這裡 因為原來不可以 是要登入進去 究竟我們能不能入場 沒有 一波三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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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到了 嗚呼 這不是真的 明天就明天 坐下 坐下 哇 因為那些人全部都塞在前面的位置 所以前面變得很厲害 很厲害 那些職員不斷不斷向前 但那些人又塞著不動 然後他們就開始很大聲地在喊 整個情況很混亂 然後又開始有些人在跑 超緊張 謝謝 進來了 希望我們的票是三樓 所以我們要走樓梯上去 我們終於找到那個位置 22 gate 因為裡面是超少人大 欸!304啊 這裡 這裡好像挺高的 我們不算是最高的 還有一些這麼高的地方 對 好累啊 我心跳得很快啊 不知道能不能進來 還是因為走樓梯 我終於進來了 通常打算問有沒有 漂亮的韓國女孩子 如果她表現得比美好 就帶她進來 因為這張票是要實名認證的 她的帳戶 她的名字去買的 所以 由出發之前她已經威脅了我很多次 如果我表現不好的話 她就帶我來看 但其實進來的過程 沒有人查過名字 護照是沒有的 啊!護照也沒有查嗎? 什麼都沒有查 所以有得看 未必出來的 可能 未必的未必 未出來我們也未必有得看 你都沒有輸 你都沒有輸 對 我們看完了 看完了 很不真實 因為牆壁很大 雖然我本身都預計我們會坐很高 我覺得視野都很光闊 為什麼你這麼感觸 其實開場之前我已經眼濕濕 但是忍得住 但是第一首Pinkman淋得出來 一看到他們四個雖然好像丁屎那麼小 好像是看了20萬次的Live 但到最後竟然好像真人 雖然眼睛看得不太清楚 但是起碼耳朵在延長看到 都覺得很感動 那一刻真的很開心 我覺得很不真實 偷偷螢幕這樣看 他們好像今天特別漂亮 對 很早開頭的時候 他們一出來 他們就在那邊說 哇 他們很漂亮 真的很喜歡Lisa的Energy 我覺得Lisa的Energy很棒 Lisa一向都是這樣的 由頭到尾都保持得到很厲害 Jisoo今天漂亮了很多 Rose的聲音今天是超吸引 我喜歡你的Janny 放在嘴唇中的 就是無思 發聲超吸引 Janny呢 我覺得她今天有點不開心 因為我坐得太遠了 她看得不清楚 就是遠 其實她也可能覺得 心中有數 都覺得她有點心事 但我理解的 她一直都用一個理解的心情目 整個展示就看著她 她一定會開心 你可以理解到她 一定是 最驚訝的一個環節 我不知道有那輛車 那一刻令到我們 真的看到她們的五官 真的看到 真的很近 我最投入就是這個環節 是啊 因為我們坐第二行 第一行又沒有人 我們就馬上到下面那一行 然後就很開心 真的很近 總之你開心 你不開心嗎 開心 看見你這麼開心 我覺得開心 我看到Janny不開心 我覺得不開心 有個地方可能覺得 人有點累 因為我今天排了很久 買東西的時候 都排了很久 肚子餓 淋雨 外面已經消耗了很多體力 所以我今天進來的狀態 是低了一點 很低的 那個能力很低 我真的覺得這個表演短了 真的唱歌 我想過半小時左右 是啊 中間那些Fans Dance Challenge 我都佔了很久 很可惜 短了一點 其實一切都很好 我覺得 好像發了一場過 我都不可能還唱一場 好 那我們今次這個 Black King演唱片 全紀錄就到這裡 我不捨得了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 按LIKE和Subscribe 我們上次都可以幫忙 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 BYE BYE BAD THING IN YOUR AREA